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8号星期五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山东文旅旧金山总领馆举办浩克推介会 旧金山金银岛将成为城市的最新社区 2月份美国就业增长仍然强劲 失业率升至两年来最高点 拜登使用非法移民一词IP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勘线港府加快立法脚步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 乌克兰 欧盟执委会主席说 通往加沙的海上人道走廊 渴望在10号开通 以色列表示 欢迎海上人道走廊的开通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乌卓明3月8号旧金山报道 由中国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联合举办的 美美与共浩克山东文旅推介活动 3月7号驾坐旧金山总领馆大堂举行 山东省人文底蕴深厚 孔子的家乡就在山东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深远 此次随团在旧金山展示的 有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分别是来西墨系 维坊风争 侯氏活连谱 济南简直 鲁班索 杨家布木板年化 以及东明梁化 本来记者田侠 3月8号冬安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和市议员麦德成 近日提出新立法 以确保旧金山最大的住宅区 新经营导步入正轨 并满足各种收入人群需求 过去三年来 已有近一千套新住宅建成开发或再建 布里德市长试图确保第二阶段 继续保持开发态势 希望持续建设一千套新住宅 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和公园 在第二阶段开发中 旧金山政府将保留两个百分之百经济适用住房项目 总计二百五十个单元和一个二百四十个床位的行为健康项目 本台记者张一文 3月8日湾区报道 据本地七澳电视台的消息 3月8日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CPUC 以4比0的投票结果再次同意 允许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PG&E提高电价 预计将于4月生效 这将对普通电力用户产生约3.65元的影响 上一次的加州电价上涨发生在今年1月1号 本台记者田霞3月8日东湾总和报道 据福克斯二台的消息 经过多年的争议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卡斯特罗剧院终于开始修复工作 目前壁画的画面和框架已经曝光 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设有脚手架 第一阶段是评估并剥去人们多年吸烟所产生的污垢和泥沽丁层 以展示原始艺术品 修复的最后阶段将是舞台 包括为管风琴安装新的升降机 估计花费将超过1500万元 目标是在2025年夏天完成所有工作 并欢迎公众回归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3月8号联邦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 2月份全美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7.5万 超过了华尔街经济学家们预测的19.8万人 也高于1月份经过修正被下调的22.9万人 失业率为3.9% 比1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 是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仍在低位 至此美国失业率已经连续25个月 保持在4%以下 2月份全美平均时薪仅比1月份增加了0.1%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3% 少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数据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减轻 有助于联储会做出降息决定 总统拜登在3月7号发表国情资本演讲时 罕见使用了非法移民的说法 激怒了国会的一些进步派民主党议员 前众议长佩洛西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他不同意拜登的措辞 并表示他应该说无证移民 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禁用 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禁止使用 非法移民这个词 非法移民一词长期以来一直被移民权力倡导者 谴责为一种不人道的侮辱 拜登过去一直把非法移民称为非公民 3月8号特朗普的律师提交正式通知 宣称他们将对特朗普强奸诽谤女作家卡罗尔案的 8300万美元天价赔偿金判决提起上诉 并且已经按规定交了9100多万美元的保证金 作为上诉期间的抵押品 律师们要求法官批准这笔保证金 并暂缓执行卡罗尔案的判决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通过投票去表决 任命迈克尔沃特利和拉拉特朗普 为新的主席和共同主席 这一结果进一步巩固了 特朗普对共和党全委员会领导层的控制 沃特利发表讲话时誓言 该组织将像激光一样专注于争取和保护选票 特朗普的二儿媳妇拉拉主要负责筹款 之前他在接受访问时称 他会用每一分钱来确保特朗普当选总统 一年一度的夏令时又将到来 本周日美国绝大多数地区应该都将时钟拨块一个小时 而这意味着你将损失一小时的睡眠时间 时钟将在周日凌晨两点拨块一个小时 作为交换太阳将在晚上七点三十四分左右开始下山 可以给你多一个小时的日光 智能手机和电脑会自动联网更新 因此并不需要特别调整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8号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审议程序 行政长官李佳超当天表示 早一日完成立法 国家安全受威胁的风险便少一日 他有信心立法会将全力尽快完成审议工作 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早日使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 李佳超8号出席国际妇女节酒会致辞时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早刊线 提交立法会做首读及二读 法案委员会也于下午开会审议草案 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梁军言 以及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 以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为目标 迅速推进立法工作 香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 将在本周末续会 周六和周日继续开会逐条审议条例草案条文 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8号表示 就基本法23条立法是整个特区的限制责任 政府与立法会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尽早完成立法 廖长江相信接下来委员会也会密集式开会 全速审慎审议草案 目的是要早日完成审议 令国家安全早日获得有效维护 香港立法会8号召开特别会议 首读及二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当天说 草案是经过审慎考虑而制定的 完全遵守人权保障 有关罪行要求必须证明被告有犯罪意图 无辜者不会被冤枉 另外草案提出 为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警方可以申请延长被捕人士 基留期最多14天及一共可最多基留16天 草案还提出 如果警方认为被捕人咨询律师 将危害国安或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等 可向裁判官申请 限制被捕人咨询个别律师 或相关律师行的任何律师 但可咨询其他律师 草案还列出各项罪行可判处的刑罚 有四项罪名建议可判终身监禁 包括叛国叛乱 煽祸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 以及涉及勾结境外势力的 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活动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 7日中午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继续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 李辉一到基辅 乌克兰就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展览 展品是乌克兰近段时间击落的朝鲜导弹的残骸 还有相关样本 当天傍晚李辉特代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 乘火车离开基辅 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8号应约与法方牵头人 经济财政及工业和数字主权部部长勒梅尔 举行视频通话 就双方关切和中法经济财经对话 深入交还意见 何立峰表示 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好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经济财经对话 深化拓展汽车 航空 电信等领域合作 推动中法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勒梅尔表示 法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 为法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功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8号说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打着 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 滋扰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将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毛宁说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出于政治目的 频繁对中国留学生无端滋扰 盘查 遣返 近期的案例再次表明 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正常的执法范围 但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员往来 严重违背中美援手 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 中方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中国官媒报道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原有68个海外传播语种的基础上 新增12种国际语言 覆盖非洲 东南亚 南亚 中东 拉美和南太平洋多地 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增语种的社交平台 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拥有80种海外传播语种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已成为语种最多的国际主流媒体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7号 全票通过法案 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 剥离其抖音海外版TikTok 否则将被美国全面禁止 下周这项国家安全法案 将提交美国众议院投票 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 美国应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数次试图禁止在美国拥有 上亿用户的TikTok 但都在大规模游说下 未能成功 本台消息 苹果官网8号发布消息称 上海静安店即将开业 据悉该门店位于静安寺正对面 目前伪党设计正式公布 以上海的试花白玉兰组成logo 这是苹果在上海的第八家直营店 也是大中华区的第五十七家 苹果门店 上海静安店将是目前中国 规模最大的苹果旗舰店 以下时间再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加沙地带北部8号的一次空头救援物资行动 造成了伤亡 据新闻报道 事发在沿岸一个难民营以北 造成5人死亡 10人受伤 伤者已送往医院 目击者说 空头物资期间降落伞没有打开 援助物资坠落在一间房屋的屋顶 10分钟后看到有人转移死者的遗体和其他伤者 他们当时就在屋顶上 美国和约旦是在加沙北部进行空头的国家之一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 空头不是援助的最佳方式 联合国表示空头或提议中的海上援助走廊不能替代陆路运输 敦促允许更多货车通过更多边境口岸抵达加沙 本台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号表示 塞浦路斯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海上援助走廊可能于本周末开始运作 冯德莱恩视察塞浦路斯的设施之后表示 希望能够在周六至周日开通这条海上援助走廊 最早周五试运 这些援助物资由一个慈善团体募集并得到阿联酋支持 联合国发出有关加沙230万居民面临饥荒的警告 这是西方为缓解加沙民众人道危机加速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拜登早前宣布美国军方计划在加沙地中海沿岸建造一个临时码头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敦促以色列不要将军事攻势扩大到南部边境城市拉法 称这将造成进一步的大规模生命损失 针对以色列最主要盟邦美国支持开辟一条从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 连接到加沙地区的海上人道走廊 以色列8号表示欢迎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当天在社群媒体平台X发文说 这项塞浦路斯倡议行动 在经过依以色列标准进行的安全检查后 将能让供给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增加 本来消息 俄罗斯央行7号宣布 提取外币现金的限制措施将再次延长6个月 至2024年9月9号 俄央行同时将禁止银行收取外币提现手续费的措施延长6个月 俄央行网站当天发布公告说 由于西方国家制裁 经俄罗斯金融机构无法在西方国家获得现金 俄央行不得不继续保持当前针对外币现金的限制措施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表示 今年2月国际粮食商品价格下跌 连续7个月呈现下降趋势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 2月粮价指数下跌0.7% 较去年同期下降10.5% 印度外长苏杰生8号访问东京 就深化印日双边关系和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达成一致 他还呼吁日企积极投资印度 在访问结束前 印度外长拜访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本台消息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8号宣布 今年不再竞选连任国会议员 结束长达27年国会生涯 他表示自己正致力打击现代奴隶制度和人口贩运 这些占据他越来越多的时间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 如果要继续向前迈进 将无法履行议员职务 但重申会继续支持首相苏纳克 仍然相信保守党在2024年的大选取胜 现年67岁的特雷莎梅 是保守党中宣布不再争取连任的 最资深国会议员 她在2016年至2019年间担任首相 是第二位英国女首相 马来西亚与一家水底潜航服务公司商讨 重新搜索失踪的马航MH370科技 相关建议一旦或内阁通过 预料有机会重新展开搜索 马航MH370事故发生十周年前夕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曾经表示 若有可幸福的理据 马来西亚愿意重新启动调查 另一方面部分乘客家属 已向马航和波音公司等索偿 去年11月中国北京法院也开庭审理 一批家属就事故索偿的案件 2014年3月8号 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 载有239人的MH370客机 飞行途中在雷达上消失 从此下落不明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 随后数年搜索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水域 但除了少量巨星是机身碎片外 其他一无所获 据瑞士媒体8号报道 作为整合瑞幸的举措之一 瑞盈将于2025年之前 关闭与瑞幸合并后 位于瑞士的85家分行 试点阶段将由4月开始 瑞盈发言人说 目前瑞盈在瑞士有约190家分行 瑞幸有95家 关闭分行的行动结束后 瑞盈的业务覆盖范围 仍将与两家银行目前的覆盖范围相同 但分行总数将减少越三分之一 瑞盈管理层上个月曾表示 关闭位置重复的分行 是该行合并业务后 削减成本计划的一部分 最好时间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33.67点 跌幅0.65% 报收5123.69点 到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8.66点 跌幅0.18% 报收38722.69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出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